小李子熟了 看看 满满的全是小李子 今年小李子大丰收了 红红的密密麻麻的 看全是小李子 好漂亮呀 看这小李子 颜色漂亮 果肉饱满 熟的非常好 看这满树的小李子 对 很 stiff 小脸的熟 熟的都好 树上小李子太多了 不一会就摘了满满的一盆 说工了 这口袋的小李子去掉糊 撒上一点糖腌渍一下 然后打成这样的果酱 可以加一点浓稠的酸奶 放到冰箱里冻起来 剩下的李子也可以熬成果酱 李子去糊以后用糖进行腌渍 腌渍一个小时以后 放到锅里小火慢慢进行熬煮 熬煮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熬成浓稠状 放凉以后放到干净 提前消耗毒的玻璃杯里进行保存 放到冰箱里一年都不会坏 早餐用来抹面包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酸酸甜甜清爽可口 孩子也非常喜欢